一直被共和党当作靶子瞄准的美国总统拜登的小儿子亨特 承认在两起涉及逃税和非法持有枪吃的刑事案件中有罪 并与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 拜登发表声明支持儿子重建自己的人身 美国白宫对此发表声明说 总统和第一夫人爱他们的儿子 支持他继续重建他的生活 我们不会有其他的评论 共和党反对派则揭露 司法部一面拼命攻击特朗普 日前因其处理机密文件不当而被起诉 同时不惜一切代价 设法避免现任总统的儿子被判处监禁 根据特拉华州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大卫·维斯 现年53岁的亨特·拜登 对一项涉及联邦所得税欺诈罪名表示认罪 根据统一消息来源称 亨特还将在一起涉及违反枪支立法的案件中 与检方达成协议 这相当于承认了罪行 根据法先生报道 这一认罪协议尚需获得联邦法官同意 亨特不太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陷入一系列法律官司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在他的真相社交网络上做出反应说 亨特·拜登只是受到了相当于平庸的 违反公路法规的罚款一类的处罚 他指控美国的法律制度已经崩溃 众议院共和党议长麦卡锡则 谴责总统儿子得到了优惠待遇 亨特·拜登在一本2021年春季出版的书中 不加掩饰地讲述了他的毒影 特别是沉迷于克卡因 在这本书中 他讲述了他遭遇的人生第一个悲剧 他的母亲和妹妹在1972年的一场车祸中死亡 从律师和商人转为艺术家的 拜登在书中保证 他现在已经杜绝了酒精和毒品 作为2024年大选的候选人 美国总统拜登一直公开支持自己的小儿子 他在2020年总统选举前 与特朗普的激烈辩论中为儿子辩护 他说 我的儿子像许多人一样 有一个毒品问题 他处理了这个问题 并为之努力 我为他感到嚼 周二宣布的司法结果 不太可能改变 共和党反对派 对亨特·拜登作为商人的过去的攻击 保守党议员指责亨特·拜登 在拜登担任奥巴马的副总统期间 利用其父亲的人脉和名字 在乌克兰和中国进行了可疑的交易 总统的儿子一直访认做过任何违法 甚至不道德的事情 但在他的书中承认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 他不会接受这个职位 请问